大家好,我是北风王的Bob 那这是基于WP7的电子名片系统系列视频的第30讲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讲的内容 那么从上一讲开始 我们为我们的电子名片模板添加细节空间 也就是文字、图片和视频这三种空间 以丰富模板的整个的一个内容 那么同时我们上一讲还完成了模板添加细节完成之后的xml序列化以及上传 最后我们上节课还一起来完成了 就是说用户浏览上传完成之后的这个模板的这些细节功能中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文字部分 那代码的话上一讲我们完成到这 也就是完成了如果模板中的空间 OK它的item control type是1的话 也就是文字的话 那么这一块的加载我们已经完成了 OK这块加载已经完成了 那么这一讲的话我们从加载这个图片和视频开始 OK好 那么在上一讲中加载完成之后 基本是这样的 OK在模板里边有文字是吧 那这里边是又是VS的有一个bug 我重新启动一下 OK好 那我们这一讲的话就从图片开始 那么模板里边的图片 OK模板里边的图片都是 也都是存放到我们的微占点下的 也就是说微占点的这个emergeous目录下 OK不同的模板有不同的这个目录 那我们这边只有一张模板里边只有一张classical.png 所以对于图片来说和视频也是一样 也就是首先他要做一个下载的功能 也就是说首先需要把模板里的这些图片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才能够就是说来浏览 OK好 所以首先要做下载 那么下载文件这个工作 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做了 做了很多次了 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开始通过webclient 来进行文件的下载 OK我们为这个webclient起个名字 因为待会儿那视频还要再下载 webemergeclient 那这里之前我们已经有了webemergeclient 所以这边呢 我们为了和之前写的有区分 就叫webemergeclient3 所以我们需要newwebclient 同时我们要来实现它的openread的complete事件 那因为它是那个读嘛 只是下载嘛 下载不是上传 OK然后通过它的openread的方法 来进行一步下载 OK那当然它需要一个参数UIR 也就是它的地址 OK那这个地址的话 那么我们之前也是一直做 只是说不要忘了确认 去确认你的站点的这个端口 OK这个站点端口 那我们这边是1706 如果你觉得你会忘记的话 实际上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做过 你只要从这里边去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就是这一段 当然你重新部署完成之后 这个localhost肯定会变成一大ip地址了 如果你的产品正式上线的话 OK好 那么我们的item里边的这个itemvalue保存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片 如果是图片就图片的路径 OK图片在服务器上的路径 所以整个这个前缀 就是说htblocalhost 加webclient 我们的web站点的名字之后 还要加上它的路径 那它的路径我们都是放在itemvalue里边 OK然后是绝对或者相对 OK即可 OK那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会去下载 这个模板中这个图片的 所保存的这个路径下的这个图片 那么其实也就是对于我们这里的例子来说 其实它就是下载这个classical.png OKclassical.png好 那么下载完成之后 OK下载完成之后 那么下载完成之后 也就是说我要让这张图片实际上 要保存到我们的这个 呃服务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独立存储空间中 是吧 然后显示在我们的这个模板浏览的这个地方 OK所以需要做两个部分的工作 OK 那么这里边其实就是说 当我下载完成之后 我首先要知道它是哪个模板 也就是它的这个模板的名字 而且我还要知道 呃这个呃这个 因为它模板里面可能会有若干张图片 所以我还要知道这个图片是第几张 OK也就是说我需要知道这是第几个item 第几个item 所以我需要有两个参数 OK那么因为它是一部 一部那个下载的 所以我不能直接获取 所以我需要呃传两个参数给它 在open read的这个方法里边 给它两个参数来传递 那么如果这里边我们之前其实也没有用过 也用过一次是吧 用过一次也就是说 如果通过这个open read的一部方法 来进行下载的时候 你想传递从这个方法里边 从这里传递参数给这个 呃 complete 事件的话 那你可以通过open read的这个这个方法的第二个参数 OK那我们这边有两个 所以我传一个string宿主过去 OK第一个就是我们的template name 我们这个模板的名字 teobjet 点template name 第二个就是我是第几个item 那第几个item的话这里没有 因为我们用的是for循环 不是for循环 所以我在这里边增加一个index 来表明这是已经加载到了第几个item 当然要在for循环完成之后要去加加 OK所以第二个参数就是这个index 那么我要把它index变成字符串 因为我是字符串的数组 那么通过这个字符串数组 我也就是说我把template name 这个正在加载这个模板的名字和第几个 这个模板里面的第几个itemindex 就传递到了这个方法 OK传递到这个方法 那么对于compete的事件来说 我可以通过一点userstate来得到 我传过来的这个string宿主 转换成string宿主就可以 OK当然这个string宿主里面只有两个字符串变量 那当然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下载 整个下载过程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出错并且用户也没有取消的话 OK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去把下载完成的这个图片 OK下载完成这个图片 这个保存到先是保存到我们的独立存在空间中 然后显示在我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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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上 OK显示这个模板上 那么我首先也就是说我首先其实需要知道的是 我这个图片的路径 因为我要保存到那个独立存储空间的话 我首先需要知道我要保存这个文件名 OKOK 所以这个文件整个这个文件文件的文件名的话 OK我可以通过模板来获得 OK可以通过模板来获得 所以我首先要获得模板 那么我们把所有模板实际上都放在了都保存在了 CurrentTemperateBaseControl里面之前 它是也就是所有模板的这个字典 OK我需要我可以通过这个字典 再通过模板的名字 那模板的名字 我们在这个传过来的死菌宿主的第零个 这个第一个 也就是第一个字母传变量里面已经有了 OK把它取出来 那这个取得的其实就是TemperateBaseControl OKTemperateBaseControl 这个得到的是我每个模板的这个空间 那每个模板的空间的TAG属性里面 我们放的就是模板对象 Temperate这个XMailObject TemperateXMailObject TemperateXMailObject OK 那所以通过这个过程 我们找到了这个模板 我们就叫T-Obser OK 然后我们得到模板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模板的 TemperateItems 来得到第几个 那第几个Item 就是通过State 传递过来的第二个字母传变量 那当然要把它转换成整形 因为它是死菌宿主 OK 转换成整形变量 那这里得到的实际上就是 TemperateItemXMailObject TemperateItemXMailObject 我就叫Item OK 好 那得到Item之后 我就能得到这个Item 通过Item.itemValue 来得到我这个图片的路径 OK 我这个图片路径 那么它的路径其实保存的是 Emerger-Emerger-Card TemperateItem-Classical.png 那我只要卡仙 Classical.png 就只要文件名 所以我要拆分 把这个字母传猜出来 用Sprint方法 OK 拆成若干个字母传变量 然后我取最后一个即可 OK 取最后一个即可 那么也就是说文件名已经有了 OK 好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最终需要显示 是吧 文件名就是这个Temper的最后一个 OK 文件名就是最后一个 OK 那么我要去显示 所以我肯定需要Emerger Emerger空间 所以我要NewEmerger 那么相应的我要去设置Emerger的高 那这个高就是Item的高 这个是从Xmail里面获取到的 是吧 宽 Item的宽 包括它的位置 Emerger的这个位置 X轴位置和Y轴位置 也是从 也是Item的location LocationX和LocationY 点SetTop Y轴OK 好 那么除了高宽 它的X轴座标 Y轴座标 还有就是我这个萤幕就需要显示的内容 就是Source OK 那么这个Source实际上是从网络里面下载下载的 先复制到那个独立存存空间 然后再显示 好 那么之前我们在做背景颜色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个这个 做过这个 我们有一个方法 Loader BackEmerger 专门用来做这个 这个 从网络中下载的文件 先保存到独立存存空间 是吧 如果这个文件名不存在的话 我先保存到独立存存空间 然后把它变成Bitmap作为返回制返回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可以 就是可以重复利用一下 不需要再重复写 那首先是文件名 那文件名的话就是Temp的它的last 最后一个变量 last OK 然后Y就是我网络下载的下载完成的这个参数Y OK 那么 它返回的实际上就是BitmapEmerge 那 也就是说我只需要直接复制给Emerge的Source 就可以了 OK通过这个 LodebackEmerge方法重复利用一下就可以 不需要 再写一遍 OK 然后TAG里面因为我们之前所有的空间都有 有约定 就是说 对于图片来说TAG里面保存的是图片的图片的名字 是吧 或者是路径那我这边就是一个名字 叫Temp.last OK 那么Emerge New完之后基本的属性也设置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我就要把Emerge放到 正面或者反面 所以还是要通过一个一符一句来判断 OK 通过这个Card Orientation 这个 0就是正面 1就是反面 来加以判断 OK 如果是正面的话 那么我就把它放到当前这个模板的 当前TemplateControl 当前这个模板通过模板的名字得到 是吧 当前这个模板的这个 CardCovers 把它加到它的丘精里去把它加到这个正面里面去把这个Emerge OK 如果是反面的话 那么 就加到反面的CardCovers里面 OK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整个图片下载完成之后的显示就OK了 好 那我们来 运行一下看一下 那为了 那个bug 我们 用调试 是吧 调试状态来运行 所以图片的话实际上也就是说因为是模板里面的图片 这个图片是来自于模板 而模板是由 开发人员 上传到服务器上去的 所以模板中的图片也必然是保存到了服务器上 所以模板中的图片和普通图片不一样 他必定是要通过网络去下载下来 OK下载下来 下载到用户的这个 呃 手机本地手机里面去 好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 OK 好 好 那么图片在这里OK我们这个 呃如果大家还没忘记我们图片是在反变的OK是反变的虽然这个图片不太合整体的设计OK 那我们主主要只是做一个演示 啊做一个演示好 所以图片的加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图片的加载 好图片加载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 图片在这 那如果item.item control type等于3 那么也就是视频 如果是视频的话 OK 那视频的话也是一样的 也是先要从我们的服务器上下载 那么同样也需要webclient 我先把调试给关掉 那我们这边 把emerge改成video 当然我要去做openreadercomplete这个是一样的 同样需要openreader 这个一步方法 那么路径实际上一样的因为图片 无论是图片也好还是视频也好 它的路径名都是itemvalue 都保存在这个itemvalue模板的这个itemvalue这个属性里面 所以直接粘贴 口碑粘贴粘过来就可以 OK 好 那么也就是说 当然我两个参数还是传递传递到了这个compete世界里面一个是我的模板名字一个是第几个这个也是要的因为我最终还是要去 把它保存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那个 独立存储空间去 也就是下载到我们的客户的手机里面 OK 那么下载完成之后实际上这一段和我们这个图片是差不多 他首先需要做一个保存 是吧 首先需要做一个保存然后 进再进行读取显示 OK再进行读取显示差不多 那么这边当然就没有这个方法可以复用了就loadback因为之前我们用 写了一个方法专门来加载图片的但是我们没有方法来加载视频 因为我们背景颜色不能做背景不能没有视频的只有 只有图片 OK好 所以这个呢稍微代码会稍微长一点 好 那么同样其实因为我两个参数传递进来所以参数的获取方式是一样的通过一点 UserState来获取 那当然我首先要判断 整个下载有没有出错 如果error等于空 没有出错 并且用户没有取消的话 如果下载完成那总体就是下载完成 如果下载完成之后同样因为我要去保存我的视频那么我就需要知道这个视频的这个 名字 所以我还是 和图片一样先要得到整个模板然后再得到我现在加载的是这个模板里面的第几个item 就是我要得到item 然后通过itemvalue来得到 我的这个文件名 也要猜出来 也要猜出来 OK所以这个过程 实际上是一样 所以 只需要 简单复制一下 文件名 用一个变量保存一下吧 就是这个 temp 速度里面最后一个 OK 其实是一样的 OK 那接下来也就是说我要把下载下来的视频文件 保存到我们的独立存存空间去 OK保存到独立存存空间去 那保存独立存存空间其实和low的backemerge差不多 差不多 只是后半段不一样前半段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复制下来 节省时间 OK 节省时间 file name就在这 如果文件不存在 那么我无非就是用file stream 以创建的方式 创建file stream 然后用banner write 把视频 网络上下载的视频 写到我们的 那个独立存存空间去 写完之后OK 那么我再用 open状态的这个file stream 把这个视频就读出来 只是读出来 这一段不一样 OK 只是最后一段不一样 那么读出来之后 实际上我就要放到 media element里面 OK 也就是我们要放到media element里面 所以我需要new media element OK 需要new media element 那么当然我最后还是要去设置这个media element 它的一个 高和宽 所以我在下面先new一个media element 名字就叫media element OK 所以我需要设置这个media element 通过set source 方法 设置我这个是 播放视频的文件流 那么也就是独立存存空间里面这个file stream 当然它的TAG要去设置这个TAG就是它的文件名了 OK 好 OK 好 那么 内容读取完成之后那么我当然还要对这个media element的高宽也要进行设置 同样来自于item里面的高 宽 高 当然还有它的位置这个视频的位置 set left left就是x轴了 location x set top 那top当然就是y轴 OK 设置完位置之后 那么 最后我们还需要把它把media element的加到相应的正面或者反面的covers里面 也是通过 item点 这个属性来判断 0是正面 1是反面 OK 如果是正面的话那么我就加到当前的 当前正在加载的这个模板 它的这个card covers 的丘军里面加进去 如果是反面那么我加在反面的这个covers back card covers OK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整个视频的加载就完成了 那实际上就是说只是多了一个保存 也是要保存的 因为模板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服务器 也是没有网络 其实模板是不能起作用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 重新启动一下应用程序 来看看 要用debug模式启动 否则的话这个 8个要显现出来 是 OK所以我改一下改成debug模式启动 重新启一下 好 OK 因为可能是这个bug主要来自于这个是动态加载的 他有时候会完全反应不过来 OK 那么这个视频 OK视频我们这里边应该有一个视频 但是他没出来 视频在这 比较慢是吧 加载的比较慢 因为视频他要下载 OK所以这里等别人的话在模板里面视频也会显示在这里 当然一个模板 只能有一个视频 这是肯定 OK 因为我们的这个 WPC的限制之前也说过 这是有关于就是说 模板的加载 那到这里的话 我们三种模板中的三种空间的加载 都已经完成了 那么也就是说 接下来 也就是说 代码不需要变 无论你在你的这个 这个模板里面 就是这个template里面放多少文字 放多少图片 OK 当然视频只能一个了 放多少图片 OK都会显示出来 上传之后都会在这边被读取出来 OK好 那么也就是说读取这一块 我们就完成了 OK读取这一块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做的就是那个 应用 也就是保存之后 OK保存 有用户觉得这个模板很符合我的 这个 符合我的要求 那么他就可以通过保存来进行应用 OK那么在之前的课上我们已经做过应用 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 我先把调试停掉 OK那么 应用本身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刚才那个save按钮 save按钮的单击这个事件是非常简单的 他所做的其实就是把这个模板的名字 保存到我们dbcard里面的 template name OK当然他要更新下 modified date 以及把template state改成1 OK这一步是不需要变的 因为无论你模板里面有多少的东西 他只是做这么两步 其实就是template name和template state OK真正要改的是 当我应用之后我回到card control 我会去加载card control 在card control里面就加载这个应用过后的这个模板的时候 他的load OK他的load card 他的这个方法 这个里面的这个里面才是真正的 要要要添加的东西的地方 OK那我们之前在做加载的时候是这样的 如果也就是如果保存知道template name不等于空的话 OK 那么我就会从独立存存空间中 把这个xml文件 再一次反序列画回来 然后找到这个模板 OKtemplate xml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只做了背景颜色 把两个背景颜色从我们的独立存空间取出来 是吧显示出来 OK就可以了 OK就可以了 template state如果等于1的话 那么如果保存一旦用户去 自己 应用之后 他预览过后他去修改 哪怕不修改 再按一次保存的话 这个template state 就是他去保存 名片的话 名片的话 这个template state就会从1变成2 OK 那么也就是说预览的时候 我们template state等于1的时候 他下面代码是不会执行的 就是他只能看见模板的那些东西 OK 不能看见模板以外的 OK不能看见模板以外的 OK 那么如果他保存之后呢 模板以外的才会被加载就来 模板以外才会被加载就来 所以是这样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OK好 好 那么 当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只做了两个背景图片 OK 只做两个背景图片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 他不仅有背景图片 还有其他东西 OK 还有其他 这些 item 这里边的那些空间 OK 文字也好 图片也好 视频也好 那么 这些模板里边的文字图片视频 并不等于我名片中的文字图片视频 为什么 因为名片中的图片文字视频可能会比 但视频除外因为视频只能有一个了 主要是文字图片了 那么也就是说在名片中的文字和图片 OK 可能会比模板里的来得多 OK 模板里的来得多 他会 比较多 OK 他是比较多的 所以 我们需要这个分开对待 OK 需要分开对待 那么 另外就是 一旦模板应用完成之后 模板可能 用户还会对模板里的文字图片 或者视频做微调 比如说他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 大小或者颜色稍微调整一下 这都是可以的 OK 所以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能强制用户说 你一旦用了模板之后 模板规定的文字图片的大小位置 或者颜色 你都不能改了 这不允许 我们希望用户就是应用之后 预览过后 你可以自己做微调 然后再改变 就模板只是一个参考 OK模板只是一个参考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 如果TemplateState等于1的话 就他从来没有改过 TemplateState等于1 就说我没有改过 没有保存过 OK 那么这个时候 我会按模板的来加载 也就是这个里面 我们要写代码 按模板的方式来加载 一旦我按过保存 OK按过save 按过保存之后 那么我就不再按照 模板的方式来加载 而是按照普通的 就是我从数据库里 直接取出来的 那些属性来进行加载 OK 也就是他这里是分成两部分 按模板的加载 或者是按那个 数据库里面加载出来的db card item里面去加载 OK 那么实际上反 反过来 想一下 其实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一旦我保存之后 原先是属于模板的这些属性 都会保存到 我们的数据库里 OK 都会保存数据库里 所以我按数据库去加载就可以了 他修改过的 那么我也按数据库加载就可以了 所以 这种思路是行得通的 行得通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要添加一段代码 来 按模板的方式来加载 OK按模板的方式来加载 OK好 好 那当然 首先我们在上面已经得到了通过template name 因为我数据库里保存了这个template name 通过template name我已经知道OK这个模板是 属于是哪个模板 就是模板的对象其实我取出来了OK 可以通过这个一符语句来判断这个模板是否存在 如果这个模板参与出来是存在的OK 存在的那我就可以通过 这个来得到模板对象template XML OK 得到模板对象的同时实际上因为他是反序列化的 其实也得到了这个模板里面的每一项 当然我首先需要判断一下 这个 这个 T object里面是不是有东西 OK T object里面是不是有东西 如果是的话 那么这里边其实 还有一个 比较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必须要就是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 对于文字 OK 对于文字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 这一点必须要理解好那才能继续去写下去 OK 对于文字来说我们之前做 联系人同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图片和视频都没有 对于文字来说他会有一个这个 OK 他会有一个这个也就是说我这个文字是属于什么意思 OK 是属于什么意思 他是 first name 还是last name 还是他的company的名字 还是他的一个地址啊 等等 OK 是有这么一个一个东西 OK 那么这里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模板的时候其实也有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因为这个 所以之前我们做那个联系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东西他用派的用场非常大 OK OK 我们在做模板的时候如果是文字大家还记得的话有一个TAG 在模板里的每一个textblock的TAG指的是我这个 呃 这这个文字他的一个 意义 他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first name title work phone 那么也就是说当我应用模板之后 如果他的文字 这里面是first name OK 是first name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呃我在名片里边的这个first name也要就会按照这个模板里的这个textblock的样式来执行 但是内容还是名片里的啊 还是我自己名片里的内容 而不是模板里的内容 OK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 所以文字是要单独处理的 图片和视频都比较简单 因为模板里图片是什么样子就是就是什么样子 OK不会改变 OK不会改变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需要 把 我 呃 card这个名片里面所有的文字item把它取出来 先做 处理 OK所以我把 card里面的carditem用forge循环 把每一个item做循环拿出来 做处理 那么 呃 有一些因为我们一开始见的这几个 如果他从来没改过的话 这四个其实他的那个 呃这个类型是空 是吧 所以我们首先判断一下 如果空的就没有 呃就说他不起任何任何作用了 OK只要保存过的就有修改过他的属性的就有 OK也就是如果他的name不等于空 当然也不能等于空字不串 OK OK这个name是数据库里的是吧 数据库里的db carditem里面的name其实就是放的是first name啊company啊city address这种东西 OK如果这个name不等于空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去 这如果不等于空的话 那么就说明 这个item其实肯定是一个文字 因为只有文字他才会有name属性 非文字的话不会有 如果name不等于空 OK 不是空的那就说明他是一个文字 OK而且这个文字用户指定了这个名字代表是什么意思 OK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去从模板里去查 在模板里面有没有相对应呢 通过所以我要建立一个查询 查模板的item template item OK 我在模板里去查,查模板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tobjet templateitem OK 看模板里面的每一个templateitem 那么条件是 模板里的item它的 item type name 是否和item name相同 就是item点内相同 OK 当然 并且 这个是谨顺期间了 其实肯定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item control type 和item里面的 control type 是不是相同 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满足 OK 那么我就把它 把这个item取出来 那这个查询实际上就是在模板里面去查 去针对模板里面每一个空间去查 他 查什么呢 查模板里面的这个空间的 item type name 和我数据库里的item name 有没有一样的 OK 而且空间类型也是一样的 其实肯定是一样的 如果是有一样的 我把它取出来 那么这个是需要应用的 需要把模板里面的这个item 应用到我名片里面去的 不等于零的时候 OK 不等于零的时候 如果 不等于零 当然如果你说查出来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item点内在模板里没有 那没有的就不变 还是按原来的来加载 OK 没有的就是不变了 那如果有的 OK 如果有的 那么我就要去加载 OK 那么加载的话实际上 和 普通的是一样的 因为实际上和普通的这个加载的过程是一样的 是吧 无非就是 你有一个textblock 然后设置它的字体颜色 那这当然这里的字体字体大小颜色 包括字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字的颜色字的大小上都是来自于模板 当然也包括这个 文字的这个位置 OK 在下面他还设置了他的 的位置文字的位置 文字的这个 是属于 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OK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和他一样 差不多 那么我们就想 如果去重复这个代码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 麻烦 所以我们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代码 就是说 重复利用一下 好 好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建一个新的方法来做 所以我这里建一个新的 Void的方法 叫loadItem OK 先把 这一段代码把它烤进来 比较长 OK 先不去改 只是原封不动的复制进来 那当然他需要一个参数就是我的db cardItem OK LoadItem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和之前代码是没有区别的 我只是把代码 复制到了这个方法里去 OK 复制到了这个方法里去 好 那么 这里边 我们也就说 相当于这个 这个LoadItem现在是根据数据库里面查出来的db cardItem对象里面的值来加载的 加载视频加载文本OK 都是一次类推 都是这样 那么现在我要让这个LoadItem兼容模板 OK 兼容模板 所以我给他一个参数 叫 把我的模板的那个Item也加进来 那在模板里面是要 TemplateItemXmedObject 我们就叫TItem OK 那如果是普通的按照数据库里加来的话 第2个层数就是空 OK第2个层数就是空 那如果这里 如果我们不是普通的 OK是按根据模板来加载的话 那么第2个层数我就给他一个实际的值 OK 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查出来的结果 Fest 你查出来只有一个了 Name一般不会重复是吧 Fest就可以 好 那当然现在还没不会因为我代码还没有改嘛 我只是把参数传递进去了 所以在loadItem里面 如果这个第2层 TItem不等于空 就说明他是要按照 模板来加载的 如果TItem等于空 就是不需要按照模板来加载 好 那么我们现在先来做文本这一块 OK先来做文本这一块 那对于文本来说 还是 比较简单的 在这个里面 那么也就是说 除了这个Text 因为Text还是按照名片 按照数据库里的 TAG还是按照数据库里的 OK其实唯一要改的这里唯一要改的就是Family FountFamily FountSize和 这个颜色的 字的颜色 所以我这里加个判断 如果TItem 不等于None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我要按照模板来加载 OK 我要按照模板来加载 OK所以这里边这三个 这三句代码 其实我考过来 简单改改就可以了 就是这三个 FountFamily也好 OK FountSize也好 或者是这个 字的颜色也好 都不是来自于Item 而是来自于TItem OK因为Temp刚才已经用过了 把Temp改成Temp1 Color C改成C1 OK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它的字体来自于模板的FountFamily 字的大小也是来自于模板 字的颜色也是来自于模板 OK 那么它们存储的方式都是一致的 我们都说之前在做的时候 保存进去的时候 用的都是有所以加载 以用差不多的方式就可以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如果模板不等于空的话那么我模板的这个会 覆盖掉我原先的OK如果你不想重复 写那么我可以这样 加个Else 你就说如果模板不等于空我按模板来加载 OK按模板来加载 如果模板等于空Else 那么我就按数据库里面就是Item DbCardItem里面的来进行加 来进行显示 OK那这样的话就可以OK 这样的话就可以 好 那么这个就是 有关于字的颜色字体和字的大小 那么除了这几个以外还有一些也是相关的 OK也是相关的 在下面 OK 那么 CtrlType等于 1 不等于1 不等于 CtrlType不等于1 其实就是 除文字 因为文字的话不需要指定它的光和c 是由文字大小来决定的 所以这点没问题 OK 它的xy这里有有 这里也不一样 对吧 OK 那么也就是如果是按模板的话 那么它的xy 都是由模板来决定的 OK xy都是由模板来决定 OK 所以 这里边也是一样 需要加一个 一符语句 OK 需要加一个一符语句 来判断一下 OK 也就是如果 如果 titem 等于空的话 那么 xylocation 是从item里去读 else 如果 titem不等于空的话 那么 xy是从titem里去读 OK 是吧 也就也要加上这个一符语句 那么这里高宽其实也一样 因为在做图片和视频的时候也是一样 如果图片和视频来自于模板 那么我要按模板的方式来 所以 我们先把这一段就可以直接写好 如果不是文字啊 是视频或者是图片的话 那么它的高宽 如果有模板 就按模板来 如果没模板 就按 item来 对吧 OK OK 好 好 那么 当然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它是属于 这个 正面还是反面的问题 OK 正面还是反面的问题 因为 如果是 你名片本身是在正面的 但是模板里面却放到反面了 那么我还是要根据模板来加载 所以 如果 Titem 等于0的话 那么就按 Item来加载 else 如果Titem不等于0的话 那么我就按照Titem的方式来加载 最终还是要 要么加载到正面 要么加载到反面 好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 对于文字来说 基本上就是 基本的字体大小 字体颜色 字的 字 字的那个字体 以及这个 它的位置 以及它是正面属于正面还是反面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文字就这么多 OK文字 当然我们还没有去 做视频和那个图片 先做 比较简单的这个文字 那么文字好了之后 那么我们再测试一下 来测试一下这个 保存过后的结果是否是正确的 当然要用debug模式来启动了 我们还是让他因为还是要浏览模板的吗 我还是在浏览的地方设一个断点让他进来一下 OK好 那么在浏览模板预定之前因为我们名片必须保存之后才可以去用模板 所以我还是对他进行保存一下 那么为了那个测试 内我用first name OK 那我们在模板里边还指定了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first name以外 还指定了一个title 一个 Worker form title我们公司名称我们暂时就设置为title就不去添加一个新的了 title 这个 保存 然后还有一个他的那个work form 我就联系电话这段文字我就把它变成work form work form OK保存 OK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式就这样 然后我去保存把这个名片保存起来 OK那现在其实这里有两张名片了是吧 不太好认是吧 我这样 颜色变一变 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我可以区分一下这是我我我们保存过后的事啊好接下来我们就去浏览模板 OK然后去应用这一张 OK应用这张模板保存 OK那应用之后 应用之后那么这里边也就是说当我save完成之后 save完成之后实际上他会去呃保存之后 他会呃把这个动画弄出来但是他没有加载 模板没有加载 对啊啊模板没有加载 所以为了让他加载 我 我重新运行一下吧 应该是要加载一下 是吧 重新启动一下 好那他就会跑到这边来啊啊跑到这边来 又跑到这个load item里边来 但他现在是第1个了 Titem不等于空他按照模板来 加载 OK没问题 按照模板来加载他的xy 按照模板来 呃决定他是正面还是反面的 OK完成 OK那你会发现就是说刚才我呃做的这三个 包括是您的名字公司名字和联系电话 OK这三个都会跑到这个角落就是按照模板来设定 OK他是按照模板来设定他的这个 呃主要就是位置了locationx和locationy了 是吧他的位置OK是而不是按照名片本名片自定义来来来做OK那图片和视频我们还没有做 哎那么只要你不保存他永远都会按照模板的样式来加载你保存之后如果我现在再去保存一次 再去保存一次那么他就会把剩下的就是说呃模板以外的都帮你呃做出来包括一张图片一个这个 OK一个这个而且他的样式也是按照你之前呃在名片里面定义的格式来加载 好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按照模板的呃样式来呃加载文字这一块 就已经就是说做完了OK好那么呃下一个课我们一起来做呃按照就是说按照模板的样式来加载图片和视频 好那么呃今天的课就这么多谢谢大家